8月9日 香港国际机场在有近签名示威者 在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 举行非法集会 示威者阻碍阶级大唐交通 在现场高叫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等违法口号 散发违法传单 破坏香港法治社会 并涉嫌袭击敌港旅客 香港七个民航系统工会发表联合声明 反对网民发起一连三天在机场举行的 万人接机示威及集会活动 七个工会包括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 香港航空业总工会 香港机场地勤服务职工会 及国泰航空服务职工会等 工会批评在机场闹事属违法行为 示威者是以机场做赌注来要挟政府 认为这些活动不单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 也影响到港旅客对香港的观感 记者看到 一批示威者在机场挥舞美国国旗 还有人持有港英殖民时代的旗帜 并发表一些严重破坏一国两制的言论 一名从事计算机行业的梁先生 走出街机大堂出口后 被示威者骚扰及袭击 他被过百名示威者围堵 鼻梁被示威者打出血迹 其后在约十名保安结成人链护送下 搭乘出租车离开 途中示威者任言录 以粗言慧语辱骂梁先生 他怒斥示威者的行为是香港支持 你吵着香港人 吵着游客 影响到香港人 影响到进来 回来的香港人的情绪 影响到游客进来的情绪 我可以说你们骚扰而已 说过一下呢 就有个江头 但墨超 五六十岁的人 就看我的左眼 打了一拳 这些女士 她们很帮忙 很帮我拦住 想带我走 刚才我都报了警了 为什么刚才会拿英国国旗 你那个国旗出来的 你不拿法国 不拿印度 不拿新加坡 我那心 我那心 去香港 示威者堵住了乘客出口通道 机场保安需要用红绳围住示威者 才能让乘客顺利出入 现场的香港市民和游客 均觉得示威活动非常扰民 认为示威者的行为很危险 希望示威者能够回归理性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香港市民还是应该比较理性的去对待 特别是不要影响市民的出行 还有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呢 对香港来说呢 是比较可惜的 我作为一个内地人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 因为香港到今天的繁荣啊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是特别的不希望看到香港有 因为这件事情而衰退的 慢慢的衰退的那一天 那有一点点吵 当然 觉得会有一些困扰了 是觉得他们肯定会滋扰民众啊 就是趴在地铁那里肯定 会阻扰很多人上班嘛 那当然会有影响 据了解 在7月26日示威者在机场的行动中 已经有一名老人被示威者辱骂围攻 老人被捕被贴上黄色标语 示威者阻挡他前行 并一直尾随老人到机场出口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